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那个坟多少钱 这样问谁有道理的 我提早去扫墓 几个兄弟姐妹去 在香港地很小 不好买 我在香港仔 有一个祖父母的墓 那个叫永远墓园 我们那天去扫墓 然后突然我姐姐说 听说我们现在这个墓 真的好小一块墓地 大概要转卖的话250万港币 结果我们就讨论了三个钟头 要不要卖 卖了之后 我祖父母的骨头放哪里 他们说家辉你有两部车 放你车上吧 我说也好 那250万给我换一台法拉利 我就不介意 就放我法拉利后面 香港人特别重视这个 我就记得当年20年前 我来香港碰到一年清明节 让我觉得报纸上 我今天还记得最可笑的一个新闻 当然也是他人的不幸 就是说 我看一个照片 一个哥们在坟前正在哭 后来我一看那个新闻就说 他拜他老豆 拜他爸的这个坟 拜了38年 然后呢 就是今年清明节刚刚知道 拜的是别人的 就是人家把那个当时把这个骨灰搞错了 搞错了呢 后来就是别人爸爸的骨灰罐 在他爸爸的这个坟里 但是呢 他想找他爸爸那个骨灰罐呢 说是在十多年前 那家人移民美国就迁走了 带着他爸 所以 兵斗完工楼大王 就找不到他老豆 那都拜嘛 整个身头嘛 我们呢 我那个祖父母啊 持有墓地路土为安 可是我另外一些长辈就没有了 火化之后的骨灰啊 放在中环南桂坊 南桂坊你上去啊 有一个庙堂啊 小小的庙 以前那个 现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 为什么呢 以前那孙中山叫搞革命 他们四大够 四大寇啊 四大够 屋够了够 四大够 这在那边那个开会的 那现在变成一个庙堂啊 就专门租出来 然后让人家供奉牌位 然后呢 我好多什么长辈 伯父什么都都公家那边 可是因为太多啊 四面墙都是 我都忘记他在哪个位置 所以我每次去都销香 每一道场 我都鞠躬都拜 香港这个很惨 真是没地方放 你死了以后没地方放 内地呢 就是那个扫墓呢 就是不断的雨时俱进 前些年去就是烧车啦 烧山陪女郎啦 烧二奶啊 烧二奶啊 这妈妈也在边上 你给他烧二奶 这真是不太像话 现在又新起来的 就叫直播 懒得去了 你就花钱 人家就帮你去扫 但是以前说人家帮你扫 怕他偷懒嘛 说规定哭三十分钟嘛 人家要哭二十分钟 就不哭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就直播 现在那些笑心啊 花了钱打过去 专门有扫墓公司 到你到家里的这个家人的面前 在那里哭哭哭哭 你就盯着他看 好好好 哭完了 什么的 人啊 这个雨时俱进就越来越荒诞了 就越来越荒诞了 直到我那天传了一张图给文涛哈 呃 我不确定是不是最近还是以前 是 有那个二维码墓园 对 你会说吗 对 墓碑啊 他就发给我一张照片 墓碑上有个二维码 然后他就说我死了之后 我就要这样 然后我说对 扫你的二维码之后呢 直接链接这个阴槽书店 是吧 烧 铭币一千 购买那个龙头凤尾续集 牛头马面 他反应很快 没有 我是建议他的 因为了 真的有人这样弄哈 他在墓碑 你付他钱 他给你丢 呃 怎么讲 磕一个二维码 哎 那其实很好的主意啊 等于说我们去扫墓哈 我一扫一下 哎 我告诉你 这是你爷爷 怎么怎么样 你想象不了他的故事啊 他的样子啊 我们中国人说英荣晚在 对吧 你只能想象啊 可是呢 有了那个二维码呢 一扫连去一个网站 可能有片段 有爷爷生前演讲的片段 像枪枪山人形的片段 等等的片段 我觉得很好的 那我真的是觉得 将来可以甚至发展到 现在未来就人机互联啊 呃 你爷爷的一部分的记忆 说不定是存在一个芯片上 你那一扫二维码 那何止 英荣晚在 直接就还教训你呢 那太慌了 所以说啊 就我就说这个地头 特别的这个重要 什么都没有呢 你还这个 得有这个地方 呃 咱们这个 这两天 你知道微微博底下都已经 网友都已经有段子了 说是这个 呃 老爹 把这个女儿的男朋友 拦在家门口 不让他进去 说这个小子 你有车没有 说没车 说有房没有 说没房 说什么都没有 你给我滚出去 然后那小子说 我是熊县的 他爹说 孩子外边风大 家里说话 熊 哎 我们河北 终于熊起了 是吗 我感觉 我一看这个消息 我第一想到你 我觉得这跟文涛的家乡 有点近 我妈妈就是保定的 我妈妈的老家 就在白洋店 呃 附近 这个就跟他 这个他有点得意的 呃 得意什么呀 也许我们石家庄 会不会相比之下 级别高过石家庄啊 就是现在这个是 呃 雄安新区啊 这个这个 副省级嘛 就高过了石家庄了 已经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呃 而且呢 你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这几天那里就疯了 你知道吗 啊 这是网上啊 我们搜集的一些 就是说 所谓的雄安新区 将来是个什么规划 这是网上的啊 不一定有权威性 你看看 南海 白洋店 你看 然后人们就看风水了 说将来这个规划啊 呃 中国人千古不变的 南北中轴线 哎 一定要有 然后呢 横向的这个呢 叫紫棋东来线 往下看 就是林 你看 这个划出来 哇 紫棋东来线 南北中轴线啊 离这个将来的北京 这个新机场 哎 很近 然后你再往下看 好 这当地已经冻结了都 响应市委县委号召啊 什么小区啊 不开发 不建设 不销售 积极配合职能部门 为迎接雄安新区 做出积极表率 凡有不规范房产中介啊 以我们名义 发微信朋友圈 广告等 那个虚假宣传 恶意炒作 一概于跟本项目无关 呃 警察这两天都有抓人的 抓这些个中介的啊 然后你再看 就是不准卖房子啊 这个你看 但是仍然有啊 北京驱车去的 时射庄驱车去的 甚至有从香港坐飞机去的 嗯 到这个地方 呃 这个哪个报社的记者啊 已经找不到酒店了 去采访 开车开到凌晨12点 找到的是附近 雄安区边缘地区的 才能找到酒店的一个床位 嗯 将来都会有回报的 哎 那那 徐老师可以聊了 徐老师那么优归优眠 对吧 我这个最感兴趣的这四个字 叫千年大计 这很很少见这么一个说法 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 哎 千年大计 一般来说呢 我们讲教育嘛 这样的事情叫百年大计嘛 很少听到千年大计的 这个说法 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悲观了一点 怎么说呢 呃 从近期来讲呢 呃 他肯定是分散北京的 这个宣华跟拥挤 对不对 北京的繁华也好 用这个嘈杂也好 都会转移到那边去 呃 中长期呢 我觉得他的一个构想非常好 他想跟 因为他跟天津北京 都是130公里 所以他就形成一个三角关系 建设的好呢 将来就是一个跟 珠三角 长三角 对应的 那个城市群 就就有点像 你你你去日本的大阪 呃 整个那个大阪呐 奈良呐 神户啊 京都这个 几个城市中间啊 几乎没有农村了 对不对 全部是这么大的都市群 目前就是 上海附近跟香港广州 这一带 那北方 也可以建成这一带 那这个计划 我觉得是非常好 这种顶层设计啊 他们这已经是 肯定不止考虑了一天了 但为什么 即使这样 我还觉得那个 一直被 被关了呢 因为千年啊 以后 应该是 共产主义了吧 哦 对不对 经济特区 还要维持千年 要是一千年以后 还没实现共产 太 被关了 党校现在不缺 教授啊 是吧 太美关了 你可以说 这是共产主义啊 共产主义有不同的内涵嘛 对不对 没有 我好奇 因为我 英文也好 听你讲 我 违反市场定律啊 这就是 坦白讲 我这样讲啊 不是故意调侃 是那个整个经济运作 里面 很核心的部分嘛 保护市有财产 我要卖 你凭什么时候不给我卖 这我 我 我中介我要 为什么突然都不完全违反了市场经济 那是整个其实过去年呢 一个核心的问题嘛 突然有个行政指令干扰了市场的讯号 自由的运作 你要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不是这样做的 这样压不住 水 跑出来嘛 压不住 要防止这样混乱啊 当然是整个配套嘛 市场的规 市前的规划 什么时候宣布叫消息 不准有内线交易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看到这些新闻 我马上想 好吧 假如我是那边的人 我发财 我有一套房子 有人来买 本来只价值五百万 对吧 突然有人两千万给你买 我一定卖啊 问题我卖了 我住哪里 那挤出来的人 要往其他地方去 房流价 房租都高了 那个叫水滴效应嘛 那其他人怎么办 怎么样来照顾那些人 这个事啊 我就觉得你讲这个话 就说明你不太了解 最近北京的这个人心惶惶 你知道这个中国出的什么事啊 它都到了奇葩的水准 我认为不能以常理来度量 就是说对这个国家的很多问题的治理啊 我认为也是几千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对 你们不能以常理来度量了 你比如说为什么就说马上冻结啊 马上就马上冻结 在呃 原来这个他那的现在就不要说小产权房 大产权房 本来三四千块钱一平米 你知道就在一万多 最高的现在是三万一平米 三万一平米 三万一平米不让卖吧 中国人民 你知道吗 哎 我我我就觉得中国人民永远有办法 就是现在为什么那还有那么多人 那些中介 呃就警察 现在那的情况是警车 警察 然后那个中介就在贴了封条的那个临时开的房产中介公司门口 跟大批全国各地来的人 加微信 寄电话 加来加 然后就是说全款 有的人 那像北京一个哥们 四百万装挤麻袋 嗯 放在那个车后边 开一个多小时车到这来 就是说 三个人挤着一个人 讲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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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说哎 我一百万现金 现在就给你 给你都不能过户 因为冻结了 嗯 这要什么签呢 签私下协议 嗯 然后找律师 找第三方 然后呢 你的房产证 房产证也不能过户嘛 但是我把你买家贵房产证拿到我手里 一百万我给你了吧 嗯 房产证拿到我手里 咱们有个公正的协议 将来在解冻的时候 我们履行这个过户 就他都能想出这么一个招 而且现在买房子的范围 已经离开雄安新区 这三个县的 我刚才说你得意啊 我就估计他的波浪啊 总会到你舍家庄了 慢慢他会这个这个啊 效益延伸啊 其实将会的问题有两个方法可以回答你 两个不同的答案 一个答案呢 现在有的人说将来这块地方啊 因为它是一张白纸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有人建议啊 整个这个特区的中心区啊 一律没有住宅房 就一律没有商品房 房子一律是租的 就是说不进入房产交易市场 建立一个高新科技区 就像股股总部那样 就是 就像就像搞这搞这么一样 但又要是这样搞的话 这些房子 现有的房子都要拆 拆了你要付代价 你要赔 你原来多少钱来 我赔你几倍 那我你现在你卖个价钱了 那就赔得多了吗 所以这是一种考量 那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你刚才担心那些人走 那些人肯定都要走的 他们只是想走的时候 还有一个方法回答你 就是说越禁止 价钱就越高 你明白吧 现在之混乱啊 我觉得现在警察出动 已经有县委书记 就这三个县的 我不记得哪一个县委书记 已经出事情了 而且现在中纪委啊 要查啊 要反腐太好机会了 其实现在查一查 在四月一号以前 在中央宣布以前 有谁大笔的买卖 那里的房产公司 任何商业活动 如果有大笔的异动 我知道啊 我举报 不是 我也在报纸上看来的 你知道 就是去年 11月份的时候 从北京来了一个炒房团 当时雄安这儿的人 居然这帮人疯了吗 跑来带着钱来的 带着钱来一下买了 是80多套 还是上百套 就是然后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价钱 在几千块钱一平米 而且首付20% 你知道吗 就等于扔下几万块钱 然后现在他们就推测 去年11月份 北京来的那个炒房团 有没有可能 是提前得知那些消息的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知道我听见我们家里好多那个朋友啊 就已经驱车这个去了 我然后我看见报纸上的很多细节啊 我真是为这个就当今这个社会啊 就是中国人民的发财梦啊 是焦灼是急切而感动 你明白吗 因为我就知道我们家也在时尚中 为什么我们家发不了财 一家的懒人你知道吗 就说现在人家幸福早上门来了 我现在想的就我就让我想起当年 你不知道那个深圳股市刚开始的时候 哎呦周围的朋友借几百个身份证 拿着一堆身份证去买股票 哎我就觉得中国人的这种要发财的这种 这次啊温州炒房团听说刚到温州炒房团来 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对就是说我们学家庄的也已经组团去了 你们路径嘛 进水楼台嘛 对然后大家都这个情绪激昂的表示 就是说我们在这几年来错过了多少次机会 这次绝不能再错过了 到了家门口了 就是错过的是什么机会啊 就是每次说这个房价房价不敢买啊不敢买啊 每次买了的都发财了 这一次中央给了政策 中央政策不让他买啊 但是哎呦就是你就看那些懒人 懒人有懒人的发财的方法 像你那亲戚朋友懒不用跑那么远 现在因为我们都知道了波浪会过来嘛 早晚的事情啊 就叫你家人收购左邻右里 跑去邻居问你啊 陈伯伯你要房子要卖吗 那一倍价钱 然后左边也卖 你先叫你家里就徐家庄啊 把啊徐家庄的地七层买下来 那就够发了 不必跑跑去 我跟你说 我我现在觉得我失去了屡屡失去机会啊 是因为一种什么呢 就是说那些个听起来好像很真的 道理哈 其实对于我来说呀 我从来没把它当真过 你但是竟然呢都是真的 对 你说就是 你说我的感觉 我现在要是肠子都毁清了 比如说我在这个内地买那个房子 我要把我对门的给买了 你知道那天我的化妆师就问我 说你那天的房子就多少钱呢 我还说我还记得是去年有个中介打电话 我说几万块钱吧 他说不可能 说现在就就北京的那个某些地区的房价已经上到二十万了 你知道吗 他说他说你绝对你再去问吧 你就就是咱们的玩浑然不觉 我就后来想起啊 比如像类似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说哎 中国发行股票了 对吧 包括就是说比如东安新区 我就发现我们家人为什么不行呢 我就发现身边的人是什么 他们以为是那样 传说是那样 他们就真的真金白银就去干 我觉得我们家的人呢是跟别人聊得很 好像是那么回事 但是我真开着车奔雄县去吗 我真从银行里把钱取出来 就买嘛 就一个工船 你又没有人在发改委 对不对 我们好像会觉得 就像我身边很多朋友聊股票 那也是很多大老板 我跟他们聊聊是聊聊 我想明天就买 但是我从来没有真的当真过 可是在中国我也是有这种心情啊 当时要是当真了 我现在早不干这个了 我哥们现在太平洋上 小岛了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这种时代装 这种这种愚蠢的 我这个时代装 小岛里打开电视机 恰恰散热气 马家辉坐在那里 该你受罪了 没错 你那个赚到钱 你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啊 这种你刚刚说什么罚改委 什么还有什么跟人家谈谈股票 让我突然想到说 香港我们见这种事情 见太多了吧 我们从源头开始 说新界 其实新界从中国这样租界过来 对不对 当初是干嘛 这是官商勾结 就是那些人在香港 九龙很多住在香港的有钱人 就在边区买土地 当时还没有了太多楼房买卖 可是总要土地 中国人 买得七七八八了 互相觉得我也抢不过你了 然后怎么样 这是跟英国人勾结 跟英国人勾结说 还有一个叫那个当时不叫新界 反正那个九龙以北那个地方 你们去借回来 去租回来 打回来 然后呢 在整个战争 整个谈判过程里面呢 香港那些华人华乡啊 就已经去买了 全部土地就在那边边去买 结果一谈好了 好了 租界 新界 叫新界 马上他们发大财了 然后再下来 香港沙田 你们不是常去沙田吃东西吗 沙田是什么 新城市 New Town 其实沙田 全湾全部都是 当时啊 完全是农田嘛 然后英国殖民政府又说 我们规划 人口太多了 要把九龙市区的人口 弄过去 五年内 要有个新市政出来 这个消息啊 不晓得哪里出来 马上几个香港 两三个财产 从整个殖民地 发展的历史来看 都是最先走在前面 是商人 做生意的 商人碰到了困难了 叫自己的国家来支援 然后军队出动 然后扩展 变成了一个殖民地 鸦片战争啊 等等都是这样 但是中国现在情况 就是不一样 中国这个 所有的例子都不一样 像这次的情况 我们很难说是 他们什么大财团 看中了这个地方 这就是从政治 社会的角度来考虑 北京的这个 这个处境 你刚才讲 从市场规律啊 你有一百个理由怀疑的 因为你去纽约附近的 什么 布鲁克林啊 什么皇后去看看 它就是不发达的 再挤也挤在曼哈顿 去澳大利亚 我是最悲观了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少的人口 还是挤在悉尼 墨尔本 这个大城市 中心 就好像那个商业规律啊 它永远是中 香港也是 你看到今天为止 还是要挤在港岛 那么贵 你看 现在最有说服力的 目前这个熊 是熊安吧 对不对 熊安 最有说服力的 就是很多人拿出来 跟深圳 跟浦东比 只要一讲 他跟深圳 跟浦东 你想 羊羊的提法 就是这么比的呀 什么以九几几年 什么一个老人话 一个犬 这一圈 你看深圳 当初大家都不相信 深圳觉得 很多人觉得 你收回香港的 一个踏脚板 深圳眼看着 GDP要快超过香港了 那但是 当然每个都不一样 那个天津的滨海啊 滨海新区 那个相对来说的 不及前两个 但是现在 这个是等于是第四个 中国的事情很难说啊 所有 我以世界上的规律 来讲中国的情况下 我碰到过一个老 先去一下广告 小康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所有怀疑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碰到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老板 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样的事情 就是这么大规模的 十来亿的人在地球上啊 从一个贫穷状态 在一个和平时期 经过二三十年 进入到中等富裕 而且还可能继续往上 既然这个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那这个事情中间出现了很多情况 包括房价啊 包括划一个圈变成一个大都市啊 等等 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这个对我说服力也蛮强了 当然仔细来讲啊 深圳的成功是因为 他靠了个香港 另外他吸收了全国的精华 而且他有政策 上海呢 浦东呢 跟浦西一和之隔 那就好像北京从四环发展到五环这样 这个天津你看就没有这么大的成绩 对不对 这是个深坑啊 现在这个词 我觉得 因为我经常路过那片地方 照我的感觉就目前的状况 要用他们古董行里的词 那就是个深坑 那个深圳上海吧 毕竟还有点熟坑 当然深圳最早也是深坑 但我觉得在中国人民手里 真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对啊 而且你说这个香港 我觉得香港 这个雄安新区把香港人都震撼了 对 我看香港报纸 哎 香港人评论挺有意思 说你看搞搞搞 中央现在都不理我们了 过去弄个深圳 还背靠香港 那还靠 靠点香港 现在中央人家自己就在内陆发展了 要甩开香港了 那这种震撼 我们香港人早就经历了嘛 我也经历过嘛 十多年前我记得去香港飞机厂附近 要东冲哈 开了一个楼盘蛮好的 对着海 找到一个单位 好像量呃 内地来说200平米吧 然后就去看 看到蛮喜欢买的 那转头呢 已经谈好了 然后半个钟头后呢 反正谈谈谈谈 半个钟头 突然一个经济跑过来说 没有了 旁边另外一个内地人啊 真的带着那个钞票来买 而且一买两户 跟你一样 相连 江慧你香港人有这个经验 我问你就是 刚才我说 我们家发不了财的这个性格啊 就是 哎 这种去扑 按照政策去扑的 会最后会吃亏吗 还是稳能赚钱 基本上都赚 都赚了 因为楼房嘛 枪道就赚了 对啊 我们应该相信群众 我们应该相信党 那我赶快 让我家人去 嘿嘿啊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谢谢观看